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不如死了他跑 李宗盛 让我解死 让我让我解死 我家大娘子一时失了心疯 快让我 让我带她回去歇息会再回来好 好好好 大娘子先回来 亲妈妈 你不能走 亲妈妈 大家各自没出 你家大娘子 就想这样走了吗 快走 大娘子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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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勋 你大一劫 如今是糊涂了 我认她的过 要打要罚全都认 可她这么蓄私密国的 嘲嘲嚷嚷的 也商量不了什么事 莫不如我 组长得先下去 旁的是 咱们清闲的人来说 既然岳母都认了 那就 不成 六姑娘若有话 也一起留下来商量吧 别三番两次的顶撞长辈 不得无礼 并不是女儿无礼 只是女儿担心 不让银母就这么走了 那 那她要是跑了怎么办 什么叫跑了 你当我们王家 是市井小贼啊 都是高门大户的 都固着脸面 那可难说 下毒这事都能做出来 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万一她要直真跑了 难不成 还让咱们盛家 满大街去踢海武功门去 那还真是丢脸 丢到大街上去 先去 你这女儿 倒是有规矩得很啊 对长辈咄咄逼人 我这把年纪了 她还有千百句话等着我 好 好 既然 依姐身体不适 我家府上还有多间厢房 那就让依姐在府里歇会儿吧 我母亲尚且昏迷不醒呢 若是让祸首轻巧离去 我岂不枉为人子了 你先下去吧 唐的事 我来说 我不去 我哪儿不去 你们是想看着我去死 他们上家是想拿我的命 我就给他们叫老太太抵命 母亲 好狠心 踩着自己的骨肉之气去曼好 放高枝 我先下去吧 我们自会去协调的 咱们生涯父女俩 一个说软话 一个说狠话 咱们不会放好我的 母亲 你不能放开我这女儿 母亲 你不能放开我 母亲 母亲 你不能放开我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呢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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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绪 师父者 师父者 我这不整个杀我 爸 那年你来我家 我一见你就万分喜欢 好些人哪 都劝我说 你家是单薄 不堪托付 可我觉得你 人品贵重 干恋有为 比我的儿子都墙上好些 后来你开口提亲 我输不出的高兴 一口就答应下来 人都说 我这姑娘啊低旧了 可我觉得 依女婿你的才具人品 才低旧了 我这糊涂的丫头 当初都是岳母排旧啊 才有了小婿 金儿这番佳业 小婿姐 您对我的恩情 我永不能罢 好孩子 我如今心里 会恨无奇 我没有脸欠你 可没有脸站在你跟前 我恨不得 给你跪下 愿不愿不 您言重了 快快坐下吧 我 不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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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脸座吗 您母亲 和我一起的日子虽然不多 可她那品歌 我再敬佩不过了 我已经在受了大罪 我恨不得一身相替 我恨不愿不愿不愿 你母亲 是多么慈善的人 想来 她也不愿意为这事 让咱们三家从此反目 亲戚不向亲戚了 孤入也成了仇人 咱们三家 都是官场上有名号的人 咱们三家 携手向前 定是前途无限 若是分崩离析了 多少恨我们的人 都会强盗众人推啊 险戏啊 王老太太 今天 听您说这些往事 我才知道 原来 您对我们圣家有恩呀 是您 一手将我父亲抚养长大 言请名师指点 交以科举重磅 聘妻生子 繁衍祖庙啊 你胡说什么 明明是嫡母 将我抚养长大 是啊 既然是祖母 将您抚养长大 你也应该感谢我祖母 才是呀 岳母对我恩证 我怎能不知啊 可人伦刚成 万万没有放过 害我嫡母之人的道理 还望岳母见谅 贤婿 好孩子 那两个糊涂子 那两个糊涂子 时时犯了滔天大错 千不看 万不看 看在我和你一过世的 老泰山的脸面上 你好歹 宽幼一样 往后的日子 我们全家 师宿 摘剑 清灯礼佛 叩拜真人 给你母亲 送经祈福 我们盛世满门 都感激祖母的 深恩厚德 我们全家都吃债念佛 可是你也瞧见了 方才姨母 出去之前 满嘴地恨毒之心 天晓得 她要去道观寺庙里头 求什么 不证我们盛家就不错了 就是 未曾赎罪之人 她有何颜面 侍奉三清 大所多的呀 那你们说 到底该如何处置 说呀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什么 这 六姑娘 你现在可是 大着肚子的人 即便是积德 也得对人宽容一点吧 再说了 即便是我那个妹妹 她死上伤百回 恐怕你们老太太 也很难痊愈 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 非得让大家 这脸面上 谁都过不去呢 父亲 您觉得呢 我母亲被害一案 若是传出去 不认识 与盛家 王家 康家 那都是天大的城市 不过这其中 却各有不同 你怎么算嫌妥事了 我们盛家是受害者 最多 最多不过是我这个狄心大娘子 她引狼入使 最后落个吃肠糊涂的罪名 让人耻笑两年 康家 照顾 废家是我那个大仪姐的夫家 最是麻烦 可我们人人都知道 这康大人和我那个仪姐 并不是那么的情深似海 若是为了舍尾求生 地址修书 把我那个遗警给赶出家门 那康家自然就摘干净了 是吧 我那个外甥 我父亲绝对不会 我母亲是原配征绩 我父亲他不会 那他怎么没来 他 谋害亲掌是天大的罪过 最大过错的是王家 岳母 你好好想想吧 胡叔 现在涉案的两个妇人 一个是你们盛家的 一个是他们康家的 跟我们王家有何相干啊 盛大人 您为了把你们自己扯干净 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可他们两个都姓王 都是您的骨肉 您这两个女儿 千案其中 一个糊涂直行 一个是主谋策划 这要传出去 以后王家父子的官生 会怎么样 说不得 连配想太妙的牌位 都会被摘下来 舅母 这两个女儿 您那个义亲的女儿 还有您外嫁的那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 未来会过得怎么样 您都想过吗 说得是啊 此事非我盛家的过错 凭什么让我们打落牙齿 获选分呢 依我看 就处置了那个赌妇 以证家规国法 以后咱们三家 一起将这事捂下 之后风调雨顺 天下太平 不如住口 沈大人 不如住口 沈大人 你想得倒是挺齐全 我若不听呢 我已是疲乏得很了 若是岳母不能体谅 若是岳母不能体谅 那要不就报官吧 我已是疲乏得很了 报官吧 我女儿 到底只是你家的遗迹 撑死了只是受刑流放 我们再多加打点 总能盼得个轻盼 别忘了 你家大娘子 也有份谋害婆母 她该是什么罪 等她定了罪 对 她的儿子女儿 对了 也是你的儿子女儿 这些人会是怎么样 你清楚的 孟业是进室出身 熟渡立法 儿媳毛害婆母 该是什么罪 以后长百长封 还能出仕途吗 如兰华兰在福家过什么日子 你想过吗 原来你真的不疼我 大娘子 原来你真的不疼我 大娘子 他怎么跟你拼谁抬啊 怎么真的不疼大娘子啊 我来拼 他把我害到这种田地 这也用我来拼 如果我们救了 救个两全 我早觉得 早觉得娘不疼我 原来都是真的 他真的不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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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婿 这是 本是一团糊涂账 你母亲是福大之人 定会化险为夷 此事 就这屋子几个人知道 但你母亲醒后 连她也不必告诉我 免得她伤心病得更厉害 回去 我一定重罚我这罪过的女儿 你也叫你媳妇 好好孝顺婆母 往后咱们还是和美的一家 官场上还得互相帮衬 是 姑娘 你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这么大的事 可别再费神了 下去歇着吧 你想赶我走 我告诉你 那不能够 我知道你孝顺 想为祖母要个说法 大娘子没养过你 没什么恩情 她大姐姐二哥哥 对你难道不好 我 我若不是为了他们 我早就一刀砍死那毒妇了 还轮得到你来说嘴 是啊 孩子 我就知道你心疼啊 姐姐哥哥呀 他们可是你的骨肉血亲呢 不光是他们 长白的孩子 全哥你也抱过的 如蓝华蓝的孩子 你也抱过的 你忍心让他们 被这场祸事牵连 断送一辈子了 你怎么来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长白哥哥 长白又回来了 长白 又回来了 有长白哥回来 替三妹妹撑着 想必不会有什么事了 又丫头累了 又丫头累了 顾侯 快将她扶下去歇着吧 等等 这事还没完呢 如今家里主事的哥回来了 你是嫁出去的女儿 还管着孩子 娘家的事 就别再操心了 这嫁出去的女儿 跟娘家没关系了 那老太太在这儿做什么 这丫头以前装得温顺恭敬 嫁入侯府后 居然三番五次地顶撞长辈 想来是仗着顾侯的事了 这就奇怪了 我家娘子最温柔娴熟 跟个小羔羊似 老太太您到底做了什么 让她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 都顶撞您了 她温顺嫌淑 她怀着孕 开口闭口 要打要杀的 她温柔嫌淑 我家娘子胆小 杀鸡都不敢听 打雷都怕 见血就晕 见伤就躲 这么一个人 都被你们逼得要打打杀杀了 看来这年头 谁横谁说话 够了 顾侯这番做派 想是决意讲事情称到底了 我是一个外人 哪有什么称不称的事 一切都听盛家决断 是啊 长百回来了 她自有 儿戏谋害婆母 主事大不赦 按律力 轻则斩首 重则凌迟 你说什么 那是你亲娘 这下毒谋害祖母的 并不是我母亲 而是姨母 我熟知律力 告诉你 只要彼此心里有数些 那是她 是你的血亲 这世上亲祸不清 难说得很啊 这么多年 老太太为了这个 没有半点血缘的家 穷尽心血 一片似爱 纯然肺腑 而姨母呢 那可是我骨肉相连的志气呢 却明知一招事发 是急性之罪 却依旧匡骗我母亲 对祖母下药 真相报道 那我母亲当贴司鬼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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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难道非要让天地神灵 都知这世上之人 尽是妄恩无义之配吗 你 你大义母亲 你 你亲母亲犯了 五逆大罪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做儿子的 又能独善欺身吗 自然而不难了 自然而不难了 本儿 你这是做什么 在来这个路上 我已经藏你好了一份私事 在严实的事情以外 便递上去 你说什么 你胡说什么 不可呀 不可呀 这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孩子 你 你 余生敢正逗 你 不能辞官 不能辞官孩子好孩子 不能辞官 你四岁就齐蒙了 早也用功完也用功 不曾 不曾耽误一日 天热长辉子 天冷长冻床 你都非要去学堂 神秦连累了你 我怎么这么准 准到赏自己亲姐姐的当啊 天冷静 我 这位少兴 儿子还有一肚子学问 既然不做官 还可以开一个书院 他 住口 老师娘不做娘不好 我居然罪我无法 流放 打板的囚禁 人 胡说 你怎么能上工厂呢 不行的 姑且 从今以后 你只一个女儿了 母亲 你为了抱全姐姐 连我的姓名 哥哥的官生 王家的地面 乃至孩子们 日后的前程日子 都不够了 既然如此 我也用不着 又跟母亲了 我这是纵横谋划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怎么看着你 身上够藏啊 难道 你们非让我死不可吗 那我就 替你家老太太抵命吧 若能替死 世上还要罪犯伏法吗 你 你这个无名不孝的 我要死都不让我死 还有千刀万剐吗 好 好 我今天 就磕死在这厅堂上 母亲 让你们如愿以成 母亲 母亲 母亲不可呀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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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都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如今才知道啊 我那个大一姐有恃无恐 原来都是因为 有岳母在晴天护着 泡了 小货 岳母给收拾 炒下大货 岳母还给收拾 这些年来 我这个羊血儿身上的人命 怕是不止三两条吧 舅兄 你给隐藏了多少啊 你 岳母 若不是你从小纵容她到大 何至于有这么多条性命 送在她的手里 行了 这工腾上 咱们两家好好分说分说吧 大区 咱们全家上百口人啊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 就断送了咱们全家呀 母亲 你醒醒 母亲 母亲 救救我母亲 我 我 我 别爱 你看 板子不是打在自己身上 是不知道她 只要不是死了自家人 也是可以看他认知开 真扯到自己身上来 是宽悠也没有 慈悲也没有 是不是很好笑 你这几日 定是没乖乖吃饭 只要我做目能好 每天吃三五 老太太醒了 醒了 老太太终于醒过来了 醒了 醒了 你醒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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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你该把儿子挤坏了 老亲 老姐 老姐姐 都来了 你醒了 老姐姐 你醒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老板 你来看我 谢谢了 大娘子 别伤心 我醒了 白哥怎么回来了 你醒了 正好颜睡的事情完了 三儿就回来了 见祖母醒过来 三儿也就放心了 明儿 别哭 我老了 终有这么一提 没事 你打着肚子 不许哭 姑爷 你管管她 您孙女事可管不住她 多亏了您好起来 身子骨硬朗 替我好好骂她两句 老太太 你能自行吃药和进食吗 老太太 你能自行吃药和进食吗 只需要好好调养就给你康复 诸位 你不必太忧心了 感激呀 感激 行了 家里事多 流霧 流霧 好 多谢先生大恩 我一一都记在心里了 您回去好好休息 以后有什么事 只管向侯府吩咐 夫人申谢先生大恩 不好夫人 严重了 严重了 先生 老爸 老爸 好气 这个 先生 太太 不必担心 老太太年纪大了 老小孩老小孩的 有些贪吃不肯忌口 那是糕饼吃多了 非常不熟悉 多养养就好了 先生 人心人肤 看成典范大了 我都知道了 老太太 老太太吃了一碗米汤 清蒸好多了 说想见见你 放下 老太太吃了一碗米汤 清蒸好多了 老太太吃了一碗米汤 照顾李汤 顾月汤 抛死了两匹马回来 好 好 这我就放心了 以后 就算我真闭了眼 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祖母 您别说这样的话 您 您好好歇歇 等您精神点了 再说 我爸到那时候说 就完了 姑也是个 暴脾气的人 业绩仇 你大着肚子 让这些人欺负了 他是一定会要 妙康王使命 他下毒害你了 自然要他的命 傻孩子 要他的命简单 可您下光谣 日后 我们和王家 还是要做亲家的 就算抛开 抛开这一层关系 不做亲家了 别忘了 王家还有一个 配下太妙的父亲 他人虽不在了 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在 他 肝狗入穷乡 必遭反尸 那要怎么样 让我就这样放过他 我不敢 好孩子 昔日向雨无敌 韩信十面埋伏为他 却一定要网看一觅 有个空子 不肯将局为死 你倒是为何 怕向雨被水一战 拨命一击 对 是要叫败军 看到生的指望 才不会被水一战 狗急跳墙 如今 姑爷在外头查颜睡 你在里面 拉着肚子 宫里 太后 后视眈眈的盯着皇帝 皇帝 却仰仗着咱们百个儿 和你家姑爷 查清颜睡 才能赢得这一局 如今 他们共事为亲 擅自回京 追究起来 已经是一道罪名了 妈 我心里恨他 他欺负你孤身一人 要吓多害死你 我 我 我恨不得要杀他一千的 一万的 不然我这一辈子就白活了 祖母明白 祖母明白 你祖母已经醒了 为什么非要揪住你姨母不放呢 你 要么打板子 要么就内狱 你姨母那是贵人出身哪 一辈子油皮都没破一点 怎么能受得了打板子啊 板子要打 内狱也要送 你 你 祖母姓流姓母 亦是苍天有眼 佛祖保佑 二是太医悉心医治 和姨母有什么相干 姨母可是铁了心 要治人死地的 主要这么放了她 日后还有无穷的祸事要闯入来 管教子女虚言 考验品行虚科 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外祖母 不明白吗 可你祖母终究是活着呀 此言差异 人都有百种活法 我们家老太太身子骨硬朗着 本来可以活到一百一十八 现在只能活到一百零八了 本来可以听曲看灯 上山礼佛 现在只能靠着汤药过日子 这种折损 咱们陪呀 是呀 我们全哥都没有祖母陪着玩耍了 夫人说得是啊 这姨母能活几何 咱们也不知道 不能数着日子让她下黄泉吧 我觉得 把该打的板子打了 补偿了我们老太太的痛苦 把该服的内浴服了 补偿了我们家老太太卧床的困顿 咱们没占你便宜 你 你这话也说得出口 更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呢 你们家除之我母亲倒是利落 那你们自家大娘子呢 不能再道 你说话 我娘对祖母不敬 生了不孝五逆之心 自然也该受罚的 之后她会求神拜佛 为祖母祈福 是吧 不是 我 我打算在后屋 开辟出引一件死 不在家中 不是 我 我知道我过错不孝 我就去玉清堂下面 也不在京城 我们家中的网站 没有 就是 过来 现在我们家中的 在盛世祠堂里 修行 吃债 拜佛悔过 除了封印过剑 母亲一步 都不得离开祠堂 这这不是坐牢子吗 犯了错 爱不知悔改 不肯受罚 若母如此 我却无言作惯了 你 你 你要要闲谁啊你 家里也不成 京城也不成 那就去郊外 去乡下庄子都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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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非要回又阳老家 我那人生地不稍的 我知道 母亲是瞧不上大伯母娘家 伤口出身 对她冷嘲热讽过 我 她是既是 让母亲回到又阳 就要受大伯母前置 母亲自然抛开 可我觉得 非得让母亲 离开我们 到一个处处都难受的地方 才会细细想一想 这个家里面 这么多年 这么多人 这么多事 到底谁对谁不对 在叔父的地方 是金无家信念 那要去多久 十年 你还是个不孝的东西 你 你 你啊 我 我 我当时还不如不生下你 不生个耗子出来 你这个小东西 你这个孽障 孽障 表弟现在满意了 刘妹妹 你身怀六强 后头行刑的事 你就无边看着 好 都害死了 该回去歇着了 对 我都累了 今儿我抛死了两匹马 对 咱们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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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出来说话 你父亲哪 要么大帆子 要么挂内狱 你们想两个都占了 我还没死呢 走 豆肉 在 来人 说得多 醒醒 你 走 这回你可吓着我 你向来问他 这次怎么这么活得出去啊 一定很吓人的啊 你哥哥收到你嫂嫂寄来的信 我拿来看了 威风娘家 怒斥生负 强行抓人 你真是奋不顾身的呀 朕打是我以前见到的那个 明哲保身 从来不犯错的命难哪 我这次恐怕给你牵了许多麻烦 你有没有被我吓着 我心里头 就只有一个年头 我要护着你 你 快 你 不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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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夜雨树风舟 浓水不消残久 时温钻裂人却大海淘依旧 举风 举风 亦是绿飞鸿首 昨夜雨树风舟 浓水不消残久 时温钻裂人却大海淘依旧 几风 知风 亦是绿飞鸿首 知风 知风 亦是绿飞鸿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